这个片子其实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这五个孩子其实是非常诚恳的 非常诚实地面对他们自己的生命 很认真活出他们的生活 无论他们的教育状况如何 无论他们的原生状况如何 我觉得他们都活出他们自己 应该有的生命态度 我觉得非常的好 当然感动至于我也有一点沉重 也就是说教改20年 我们培养的小孩子 其实他20年之后 跟他20年前选择的自愿 没有一个一样 但是他在教育松绑之后 他去选择去探索他要的东西 而能够在探索当中修正自己的行为 而到现在这五个人 各自在各自的干位 他们都满足 都现状是不错的 换句话说呢 这个20年来 我们所谓成功的定义 在这五个人身上是不一样的 那告诉我们大家 所谓成功没有单一的标准 我满足于现状 我对我的生活 我对我的家庭 我对我的工作 我买这就是成功的 他不是只有20年的教育片 领券追踪 对我个人来看 我也看到了我自己前半身的一个缩影 那这里面其实我最认为最重要的是 我们把一些很平凡很真实的事情 用另外一个很真实又很平凡的角度把它表示出来 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觉得平凡真实是我们真的所追寻的 而且梦想从这些世代的年轻人里面看到 我觉得从他们尽心尽力的在做 我觉得非常的感佩 台湾1996年开始教育改革 我想最主要的目的是教育松绑 海客天空 20年很长的时间 我看到天下杂志 花了这么多的精力 持续的关怀 台湾的教育 今天这个影片很忠实 客观 十分生动 具有一些说服力 我想我很钦佩天下杂志 这样持续的关怀台湾的未来这样的精神 我真的是很钦佩也很感动 那其实教育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终止的事情 因为世界不断的进步 那么环境不断的改变 那年轻人也有新的不同的需要 所以教育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天下能够愿意出来做这件事情 是让这个教育感能够持续 越来越正面 越来越 越好 也就跟今天的那个 我们很多的朋友 在这个电影里面的 在回答这些事情一样 就是我们可能这次 没有做对 没有做得很好 也许做错了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从做错里面修改 能让我们越来越好 我是觉得说 这是我们大家对台湾共同的一个期望 更美好的一个台湾 所以这影片非常珍贵 我推荐大家来看 因为它没有告诉你答案 但它告诉你更多可以去思考 把这个时间播出来 大家做到戏院进来看 你就会觉得你应该要来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